这个大陆的外长秦刚硬起来 可是他很忙 他接下来还有新春的首访 首次的出访要去哪呢 要去非洲了 要去非盟 去阿盟 那么到处走 但是9号到16号 这几天出访非洲多国 创连续33年来的记录 这是一个传统 不过他也强调了 要深化中非全面战略合作的 伙伴关系 推进友好的合作 可是如此一来的话 因为到了16号 16号再回到北京了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回北京了 但是结束了访非的行程之后 接下来就准备要过年了 过年那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见到在1月底到2月初 很希望能够见得到 大陆外长的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你看布林肯现在还在等啊 但是现在大陆方面 都没给他消息吗 莱老师 布林肯这个话当初说得太早了 他说希望能够1月份的时候 到北京来访问 这是布林肯的期待 但是他没想到说 怎么会是请他接外交部部长 不过美国驻北京的大使 驻华的大使 导师比较有先进之名 博恩斯比较精明点 博恩斯比较精明 这个大使比他的部长表现好 他也知道抓的时间去看 那时候的驻美大使秦刚 因为那时候秦刚刚回 中国大陆去出席20大 20大的时候 这个大使他马上就跟 中国驻美的大使 两个大使就来往了 就见了面了吃个饭很开心 而且也用手机自拍了一下 他马上就铺上他的脸书 铺上他的推特 然后说你看我跟秦刚 有拍这么一个照片 那就代表说 他跟两位大使有见了面 结果秦刚发布外交部部长 这个布林肯闷闷的了 为什么因为秦刚 最后要离开的时候 跟布林肯通了一个电话 他是布林肯打给他的 因为秦刚要回去了 那他就跟布林肯 讲了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说 我在美国的期间里面 我们是坦率的 有建设性的对谈 这意思也就是说 你没有对我很好 然后第二句话就是说 我期待我们以后 中美的关系能够好 能够正常化 就这样子两个期待 回到正轨 对 回到正轨 而且就是这样子 可是秦刚没有说 欢迎你到我们家来做做 欢迎你到中国来 没有 没有邀请 可是之前布林肯已经 一直强调说 他想去 他想去 他派了一个副部长 然后一个是次长 都到了这个 北京 没有 没有进北京 因为大陆不让他们进北京 大陆让很多国家的 高阶的外交官都可以进北京 唯独美国不可以 美国就是一个在廊坊 一个就在天津 见个面 然后就好好回家了吧 那现在的情况是 秦刚开始暖身了 对 因为刚刚上任 出去走动了 开始暖身了 打电话了 所以跟俄国的外长 打了电话 谈得很好 跟韩国的外长也打电话了 告诉他说 不能这样做 那韩国不听 我就直接就砰 一个杀手箭就出来了 你就不要来了 就是说你们韩国人 就这段时间就不要来了 对 所以秦刚你看 我先离 马上就后兵 对 先离后兵 因为8号打电话嘛 然后你韩国执意要这样做 我马上就后兵了 所以大陆我觉得秦刚 你可以看出他的身段 柔软 但是软中带硬 接着他就要开始往非洲飞 他第一站你知道吗 他很特别的就是 竟然飞到孟加拉 然后飞机在孟加拉停下来 跟那个卡达的外长见面 对 跟孟加拉的外长 外长都赶到机场去 然后就跟秦刚在机场这边 就先开了一个 这个我们叫做机场外交 就双方谈了一下 谈了几个合作要点 谈完了以后呢 飞机就继续飞到非洲去了 然后要去拜访几个国家 当然一定会到非盟 也会到这个阿拉伯联盟的总部 去拜访这个叫做暖身 因为中国大陆的外交的惯例 一月份一定是往发展中的国家 那么最落后的地方 也就是最需要帮忙的 像非洲这个地方去 还有一个部分 我觉得他可能在推动 三年一次的这个中国跟非洲的峰会 因为接着就是明年了 明年很有可能要推这个峰会的话 那就可能再布局这个习近平到非洲 或者是非洲的国家 到中国大陆北京 来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大会 所以我觉得秦刚很勤劳 马上就开始上线 马上开始工作 然后他们大国元首的外交开始进行了 所以习近平也跟捷克 因为捷克总统大选马上要来了 那习近平也希望这个捷克的总统能够选的也不错 所以彼此之间就通了一些电话 对习近平是跟那个捷克的总统视讯的会谈 对就有了视讯会谈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大陆的外交扑的很快 但是您会发现美国就晾在那个地方 那布林肯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去 目前看起来我的推断 年前的可能性并不大了 因为当秦刚回来以后你想想看 就快过年了 马上就过年了 19号听说我们台湾是20号小年夜 那大陆听说19号我不确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想那个时间可能就很少了 那年后再回来的话 那可能就是2月了 可是问题就是大陆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传出要邀请这个布林肯来 所以可能美国的外交再加把劲 再努力一点可能就有机会了 好吧那就请布林肯加油了 只能这样说 所以现在呢问题是 你看那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国家都该怎么做呢 当然我们先关注一个是韩国 一个就是日本 你要先说到 韩兵我们在讲日本的话呢 日本政府现在对于马来西亚 海上的保安机构做培训做训练 对于南海严重的非法捕捞 说是要加强取缔 包括对于各国沿岸警备的能力建设 提供支持 说这是要遏制在南海施压的中国 因为中国的渔船在增加当中 所以日本说也要动起来了 这是美国受益的吗 然后由日本在执行吗 韩兵 我记得十几年前我那时候 我在中史电子包写一篇文章 我说日本的那个什么直升机护卫舰 根本是挂羊头卖狗肉 它其实就是航空母舰 那时候一堆人来骂我 我说你怎么可以说人家挂羊头卖狗肉 就现在是不是它就是 那日本这个所谓去帮马来西亚 训练它的什么海防啊 然后这些保安啊 告诉你这也是挂羊头卖狗肉 日本只是在找一个理由 让它能够接入南海 就是这样子 日本一直很积极想要接入南海 那对它来说在它的国家上 它是保障它的 因为它也有很多物资啊这些 包括经济的命脉 需要通过南海这一块 那它再加上其实日本一直想要 把它的势力生产出日本本土 然后跟美国做更多的配合 所以它一直想要找机会这样过来 那现在它就硬找了这么一个理由 但是问题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也就是请问一下 如果是马来西亚专属经济海域 那当然没话讲 如果是中国大陆的渔船进去的话 是它的专属经济海域 你就可以把它驱赶啊 甚至你可以拘捕啊对不对 各国不是都这样做的吗 那马来西亚是做不到还是不能做 还是人家根本没有进入你的专属经济区 而且你看呢 那个新闻也同时也讲 它说因为中国渔船太多 所以逼着越南渔船也进了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 这叫做什么意思 越南渔船进专属经济区你就不抓 大陆渔船进去你才要抓 是这个意思吗 这来讲你两个都要抓 不是吗 所以这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很明显嘛 这就是表示 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的航行 不管它的渔船数也好 它的海巡数也好越来越多 然后你故意要去刺激在地的这些马来西亚越南这些国家 你要挑起区域的仇恨感嘛 你要告诉大家说 你看你看你看 这边以前都我们在捕鱼 现在大陆人也来捕鱼不行啊 这样它会侵犯到你的权利啊 它的目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问题是 它是不是忘记一件事情 这些国家正在谈南海行为准则 那只要南海行为准则一过之后不就过了吗 那可是谁在阻挠南海行为准则 不就美国跟日本嘛 所以如果你们让南海行为准则过的话 根本不希望你去帮马来西亚训练什么话沟这些东西 根本不用啊 大家按照南海行为准则办事不就结了吗 所以你看 你要去这样做的也是你 不要这样做的也是你 话都给你说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日本只是在配合美国演出而已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